马克龙选择独立自主 昂萨东欧破大房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马克龙法国总统 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呢 说了一大堆昂萨们不愿意听的话 结果在昨天的蓝鸟社区呢 一大堆人呢就破了大房 无论是东欧的还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 一并的指责马克龙 要么被判 要么你脑子被驴踢了 怎么着都行 昨天在蓝鸟社区呢 四件大事呢 分别的让不同的人群呢破了房 头一件事呢就是马克龙 第二件事呢是五角大楼 秘密文件被泄露出来了 第三件事呢是台海军演 第四件事呢 就是老和尚 老和尚演了一把科莫多巨蜥 结果呢有一些人就受不了了 马克龙呢这种事呢 他不奇怪 其实他是什么呢 昂萨社区在听到了一些风声之后呢 哎他本能的反应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昂萨最怕什么 昂萨是什么 昂萨不是一个民族 昂萨是一个文化符号 我们要说如果谁是昂萨民族 你要找去啊你累死你 但是昂萨呢是一个文化符号 他这个符号呢象征着一种一群特定的人 这种特定的人呢有一种共同的信念 这么一回事 昂萨最怕什么 我告诉大家昂萨最怕什么 最害怕独立思考 尤其是你独立的思考之后 然后指出来他们不是人 或者没穿衣服 哎他就害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昂萨这些人呢 他喜欢做世界的主宰 他喜欢领导世界 同时他给自己包装是他们唯一的是理性的 只有你有他们的想法 像他们那样去思考问题 你才是独立思考 否则呢你就不是独立思考 你要么是专制独裁 要么你是孩子 你还没有成熟 你一定要经过他们的训化 但是如果你经过了独立思考 然后发现了他这套话术 然后指责这些昂萨 说你你知道吗 你不是人 你没穿衣服 这一下子他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特地的就是说吐血了 这么一回事 那他更怕什么呢 你有实力保护 或者实现你的独立自主 那如果你这样的话 在他们眼里呢 哎你就不是人了 你就没有 在你 在他们眼里说你 你永远没有好话了 永远呢 他会指责你 永远呢 他会羞辱你 只有这样 哎你就说 只要昂萨对你做这种事 你就你就你就知道 你做的是对的 你应该继续做 继续让他这样 为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反抗 他心里着急 他心里憋得慌 知道吗 我想怎么着 你不行 你没有这个实力 那我只能骂你骂 随便你骂 哎我在这听着 哎完了吗 表演完了没事 哎今天晚上喝酒去 行不行 喝酒完之后你再骂 啊 明天我给你录下来 明天我给你拍下来 你在我面前 你把衣服全脱了 你跳舞没事 因为我有实力 你没有实力 你懂不 对付昂萨就这么对付 如果你真有实力 有一天把他怎么着 不对 让他表演 让他好好的表演 让他好好的给你表演 就看他破防 我最喜欢看昂萨破防 知道吧 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让昂萨破防 就是告诉他们 他们不是人 就行了 马克龙呢 昨天呢 就让昂萨破防了 说了大实话 说了什么呢 欧洲不应该过多的依赖美国 头一个啊 第二个欧洲需要摆脱对美元的风险 第三个欧洲不应该卷入台湾问题之争 第四个欧洲应该独立自主 第五个在法国的领导下 欧洲应该成为一级 马克龙说错了吗 没说错 马克龙接着说 欧洲连乌克兰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还想进入就是台湾问题干什么 这么一说 哎 美国这些人不干了 东欧这些人不干了 美国人为什么不反思啊 法国人 法国人现在反抗了 之前你美国人在法国人不反抗的时候 你得寸进尺 现在法国人反抗了 你美国人应该反思啊 美国人就是不反思 美国人 法国人为什么今天有今天反抗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美国人欺人太甚啊 你别忘了 法国人是不会忘记巴黎银行 二四通和这个潜艇的 这些东西叫你美国撬了 你觉得你觉得这没事了 你别以为这个 之前 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腾说这么一句话 对川普 说你可以退出退出一颗协议 你可以对我们施加制裁 但你别忘了 当你玩狮子尾巴的时候 这只猫如果回过头来把你咬了 那是你自己的事不是现在只是将来的某一天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伊朗跟沙特 人握手言和了 人家现在开始欧佩克石油减产 然后连起手来开始去美元了 你怎么着 你美国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想退出一个回到一盒协议 你可以回到一盒协议 按照伊朗的条件 你干不干 你不干 那咱就接着来 行不 全世界都在去美元 全世界都在反对美元霸权 你现在美国你做那点事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现在美国说了 说我们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全世界你最害怕的就是大家摆脱对你的依赖 现在中国打出了旗号 然后中东响应 南美响应 非洲响应 东南亚响应 现在轮到欧洲了 关键这问题是这个 中美对抗的时候 如果中东选择的是独立自主 如果南亚选择的是独立自主 东南亚选择的是独立自主 第三世界选择的是独立自主 那欧洲为什么不能选择独立自主啊 欧洲只不过做了中东这些国家 只不过做了非洲国家做的同样的事啊 其实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欧洲坐山关虎斗也可以啊 两个大熊子能打仗 我为什么还要凑合啊 我凑合万一被踩了一脚怎么办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个 你美国现在你为什么不反思啊 你美国为什么怎么 为什么还在得寸进尺啊 你在法国身上撬了这么多东西 把人家最 把人家明星企业都拿走了 你想干什么 那法国现在 法国这这么长时间不反抗 那是给你个面子 只要有机会 法国开始反抗 你怎么着啊 现在没办法了吧 投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美国加上东欧 想削弱俄罗斯 美国英国搞离岸平衡 牺牲西欧 这种事不这种事 法国德国看不着吗 之前哎 北溪二号这个事 难道欧洲人不知道谁干的吗 他们知道谁干的 他们不敢说 他们没有能力说 没有胆量说 只不过马克龙捅破了这个窗户纸 他捅破了这个窗户纸 你现在破防了 你现在没有办法 为什么何必当初啊 第三件事 第三个是什么 昂萨喜欢呢 一直呢 把自己打包成道德感知 不道德制高点啊 这是昂萨的特性 哎 我有道德制高点 我永远站在对的一方 啥意思 汉弗莱爵士说的最好了 怎么着 民众特别特别的傻 民众看不清复杂的国际关系 民众只知道对和错 那我们在他们面前 对付这些傻子 最好的方法呢 就告诉他们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然后他们去跟随就可以了 他们这些人不可以 他们这些人不让 不让他们有什么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没有用 反而增加我们的统治成本 为了降低我们统治成本 就告诉这些傻子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就行了 结束 如果我们在利益上 如果能能提高 得到利益最大化 我们可以与这个所谓的敌人 进行贸易 同时呢 我可以牺牲我自己的盟友 明白啥意思不 明白就好 现在的问题是啥 昂萨道德特性 在这个道德特性面前 如何让他破房呢 还是有一话 告诉他们 他们不是人 他们不是人 不是人他就破房了 知道吧 不是人他就破房了 比如说哎 你现在指责我人权可以 你一百年前 你跟原住民干过什么事 原住民干过什么事 然后呢 他说之前事过去了 今天是今天 好 那你说道德是永恒的 还是道德是相对的 道德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他说道德是绝对的 那好 道德是绝对的 如果道德在A点是绝对的 在B点肯定也是绝对的 他说是 在A点是绝对的 在B点是绝对的 好 那太好了 我明白了 那好了 现在在B点 你说我有人权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在A点 你有人权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那A点也是 你看破房了吧 他不是人 知道吧 然后你就可以指责 因为在A点啊 你呢有能力啊 你有你有能力 你有实力 哎 你那你那肩膀的粗 你那你肌肉块大 所以呢 哎 你就你就混混过去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 哎 给他三瓶啤酒 他就告诉你是这么回事 那行了 那三瓶啤酒之后 有一天我强胜 我比你强胜了 是不是应该清算你 他说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 再喝一瓶酒 应该应该 应该 可以了 这就是对方 杀的方法 对方让他们知道 然后呢 他们知道他就可以改变 真清算他们 不一定 如果他们接着捉 你可以清算他们 如果他们不接着捉 哎 你说他们 他们捞好处吗 捞东西 给好处 给好处 给 今天要干什么 给好东西 这就行了 就这样 所以这一次反对 马克龙呢 基本上有三种人 一种人呢 是美国那些 骗选票的政客 搞点行为艺术 第二种人呢 是东欧乌克兰啊 说东欧这些 这些人很正常 本来在生死的边缘 他们呢 应该反对 第三种人呢 就是这些昂萨学者 一如既往啊 如法现场 彻底的如法现场 咱先举几个例子啊 头一个啊 昂萨学者啊 咱说一说昂萨学者 欧亚智库的主任 Ian Brimmer 这个人呢 跟我呢 曾经呢 我们还在 我们在 我们好像在推特上聊过 后来呢 他就不那啥了 他不勒我了 不勒我了 那就算了 这个Ian Brimmer呢 永远是 他认为他是个学者 他在这方面 他是expert 他在这方面 他是专家 行了 他开始 辱法了 他辱法呢 辱了五次啊 昨天就辱了五次 头一次呢 他造词啊 造词 造了什么词呢 叫动词 动词呢 叫马克龙 Macronin Macronin 啥意思呢 就是你正在马克龙 正在马克龙 马克龙 他是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形容的是什么呢 哎 主动提高 自身对中国的依赖 同时说 说叫欧洲 要在战略上 加强自主 其实他这东西是讽刺 说呢 马克龙呢 是那什么 外强中干 你一边依赖中国 一边说欧洲呢 独的独立自主 你这东西就是双标 其实啊 我认为啊 这个Ian Brimmer呢 说的是对的 但是呢 这里边 这里边得有个参照系 这里边参照系是美国 如果在美国霸权的基础上 如果你美国霸权为参照系的话 那么马克龙或者正在马克龙作为一个动词是成立的 你你的参照系是美国霸权 那我那我主动提高对中国的依赖很正常啊 同时我告诉欧洲或者我告诉南美说 咱们要在战略上加强自主啊 对谁的自主 对美国的自主 然后呢 依靠着中国对美国的自主 这就对了 所以我现在问大家 今天你马克龙了没有啊 今天你是不是正在马克龙啊 现在你是不是正在马克龙 那我的回答是 每天早晨起来 大野猫都会马克龙 然后我每时每刻都正在马克龙 只有我晚上睡觉前的几分钟 马克龙变成了马硬龙 为什么 因为我有痴疮 点点马硬龙我就可以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早晨我可以更好的马克龙 明白吗 很简单 第二件事呢 是嘲讽马克龙的第三个超级大国啊 就欧洲创作第三个超级大国 他说呢 欧洲你没有科技大厂 欧洲你没有结算货币 欧洲你没有军队啊 其他的都无所谓啊 就是说什么呢 你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 你没有科技大厂 没有结算货币 没有军队 那你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呢 好像够呛啊 好像够呛 但是呢 这里面有优势 有个舆论优势是什么呢 可以为国内的示威活动转移视线啊 这就算很明显的在如法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啥呢 欧洲有没有科技大厂 有没有结算货币 有没有军队 无所谓 军队可以慢慢的建 到时候呢 哎 中国可以给你来点啊 中国不是什么 多给你来点军舰啊 你是不是想要隐身战机 中国可以可以卖给你啊 你你不是对中国有一个武器禁运吗 没事 那是你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禁运 中国没对你武器禁运啊 对不对 中国可以卖给你啊 然后你想要那个结算货币 用人民币不就行了吗 啊你结算货币不可以了吗 现在你科技大厂 哎 你依靠中国的科技大厂 华强北一大堆 长江参展周一大堆 对吧 那好了 你现在的科技大厂有了吧 结算货币有了吧 军队 然后我给你武装起来了 这不就可以了吗 参照系你是美国 你每天都在马克龙 你每时每一刻都正在马克龙 那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欧洲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了 当然成为超级大国了吗 对吧 这就可以了 就成立了 第三个呢 是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这是马克龙 然后呢 不是马克龙是啥呢 欧洲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是他在讽刺嘛 然后他说了 他说了 马克龙说 我们最大的风险 是在被卷入其中 但不属于我们的风险 是啥意思呢 就是 但是他解释说 不是美国和乌克兰 当然不是美国和乌克兰 美国想在台湾这会儿挖一个大坑 让你欧洲跳进去 那欧洲看着有大坑 这个陷阱呢 那他傻呆呆的跳进去吗 你美国是异乡情愿啊 人家看穿了你的奸计 看穿了你的诡计 那你现在怎么着了 你不是一点办法没有吗 还是那句话真没辙 懂不 第四个呢 Bramer就开始感叹了 感叹什么呢 说马克龙本应该与美国 或者盟友表示不满 不应该这个时候到中国去说 我觉得马克龙做对了呀 把潜艇撬了这事 马克龙不是到美国去了吗 到了美国之后 美国怎么回答 一毛不拔 懂不 这是美国干出的事 法国抗没抗议 抗议了没有办法 在美国时候抗议没有办法 在盟友时候抗议没有办法 那不到中国去抗议 能行吗 中国是另外一个超级大国 你不到中国去抗议 你怎么着啊 我跟中国说了 这事才有用呢 就像马丁路德金 跟马丁路德金 拿着苏联去搞平权运动 这是对的 为什么 就为什么 谢戈巴拉说那句话 说得好 我们走了以后 他会给你们建学校 给你们建医院 给你们工作 给你们社会福利 不是因为他们良心 良心焕发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来过 是因为我们来过 我们来过谁 中国来过 马克龙在中国发了牢骚 你美国现在答不答应 你就不答应 你也得答应 为什么 因为中国来过 明白吧 两条选择 你美国只是一条选择 美国你现在只能给一条选择 你给不了另外一条 而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这条 你给不了的话 听好了 大家跟着中国去了 跟中国你怎么办 你一边懒着去 懂不 他再感叹 说美国在反中问题上 只有两个百分之百的盟友 加拿大和墨西哥 也是不被 也是别无选择的那种被迫的 除了他们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想有美国这种 对抗中国的程度和决心 说对了 你美国现在误入歧途 并入膏肓 你现在拿反中这东西 来转移矛盾 来团结你国内的内部问题 你以为别的国家不知道啊 别的国家成天上你这条贼船 凭什么呀 你现在跟中国对抗去 然后我们可以去美国的话 懂不懂 到时候你美国亮在一边 你自己孤立了 USA和USB 你们自己玩去 懂不懂 这是全世界现在看清楚了 你美国怎么着啊 你美国怎么着 一点办法都没有 懂不就这么简单 这是Bremmer刚才说的 福山呢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不是终结了吗 历史终结了没有 好像历史快终结了 终结了美国的霸权 终结了多 然后开启了多极世界 这叫历史终结了 他说呢 马克龙没有从乌克兰战争中 学到任何东西 其实马克龙中乌克兰战争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中重要的一条 是美国不可靠 美国不可靠 是他学到了 但是呢 他不愿 不是你福山先生想要看到的 不是你福山先生想要看到的 那你就说你不存在 反正我不想看到 我就不存在 那行了 你这种维新主义者 在我眼里 在我眼里 你就是属于那类的 那那类的 懂不 行这样 然后再就是一帮烂七八糟政客了 比如说马克尔卢比奥 这种逢中必反的 拍了两个小时 两个分钟视频 说谁在为欧洲说话 我知道你卢比奥为欧洲说话 但是为什么你是美国的参议员 如果你是欧洲的参议员 你可以为欧洲说话 但是现在呢 你说你自己为欧洲说话 但同时是美国的参议员 我就要对你产生怀疑 这一个 另外还有一些说 当超级大国的第一步 是打赢正在衰落的俄罗斯 而且没有美国的帮助 那你这个很矫情了 我现在 我现在要当一个超级大国 我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难道不是吗 随便 随便 之前的北约大使 美国驻北约大使 说马克龙的所谓的战略 战略独立 其实是战略 没有任何战略 那对不起 你这个就是啥呢 不是你 你认为这个不是独立思考 因为它不符合你的利益 它不是独立思考 那你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犯了你 昂萨经常犯的错误 你现在破防了 那是因为我指出来了 你不是人 就这么简单 东欧这些人不需要讲 为什么呢 他们只能说背叛了欧洲 背叛了乌克兰 然后还有一些呢 台湾圈养的这些学者 说他们出卖了台湾 然后呢 我们的北美猪头 麦克蓬佩奥呢 说呢 现在拜登很软弱 非常正常 这些人说拜登 一遇到这种事 就是拜登很软弱 大家应该听川普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 是为美国服务的欧洲人 这些人不在话下 很多 他们这些人也不干了 他们说呢 欧洲自主 就是等于欧洲不行 欧洲不能没有美国 这是什么 这不是欧洲的公职吗 这不是欧洲这些职人和职处吗 在中国有公职 有职人 有职处 他们是什么 我曾经说过 西方文明的传教士啊 你中国想独立自主 没有美国 你不行啊 没有美国 你中国不可能繁荣啊 只有美国 只有美国的恩典 你才能 你才能有繁荣 难道不是这个吗 欧洲这样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按照这些人的说法 就是马克龙当独立自主了之后 当有独立思考能力之后 他就不是人了 那我们看到了什么 独立思考啊 你一旦有了独立思考 哎 公知 职人 职处 无论什么地方呢 都给你跳出来 给你蹦的出来 说你不行 其实啊 他们说你不行的时候 就是证明你做的是对的 让昂萨破防啊 这个 极大欢喜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请订阅一下